为什么嫖娼违法包养却无事呢 嫖娼是属于违法要被处理的 包养情人的却没有实际 都是金钱和肉体的交易 为什么这批发就可以 零售的就不行呢 兄弟们一定要牢记 第一呢 涉及到嫖娼行为 可能会受到不超过15天的居留处罚 第二可能会面临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 第三这个事情呢将会通知你的配偶 即使你没有配偶 也会告知你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 再一个呢 即使你是单身啊 嫖娼这个行为也是违法的 如果你是与年龄不满14周岁的女孩 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也构成强奸罪 所以呢我就提醒各位亲爱的男同胞们 在家里呢就准备好一本名法典 它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学法是不适亏的啊 需要的时候呢 在家里面哎 翻一翻看一看 关键的时候还真能够保护到你的利益哦